第191章中海 大黄狗勃然大怒 他都这么气势汹汹了 这些人居然还敢出眼恐吓 岂不是不将他放在眼里吗 我咬 大黄狗调整一个角度 再次狠狠地咬了上去 哦 那名头目刚才还将身体秃得像张公 这时确实凹成了一只熟虾 脸色一片煞白 只在鼻尖发出低微的身影声 其他混混一见 莫不心声含义 因为那条大黄狗正一口咬在了他们老大的命根子上 这么呼啦一口啊 哪怕还没有断 估计也就连着一丁点的皮 没办法再用了 大黄狗回过头来 看向那些混混 顿时每个人都是脸色发白 冷汗如铺 太他马得吓人了 这一下不用时候再说什么 立刻就有人将抢走的丹药如树捧出 怎么拿来的 就怎么送回去 十号淡淡说道 一切必须恢复原样 我给你们半个时辰 如果不能做到 他没有再说下去 而大黄狗则是咧了下嘴 露出血白的牙齿 是是是 这些混混都是夹紧着腿 连忙跑了出去 送货的送货 而请工匠的请工匠 务必要在半个时辰之内搞定一切 当十号慢慢悠悠逛回去的时候 果然 一切恢复了原样 大少 我们可以走了吗 一群混混用可怜巴巴的目光看着十号 在门口跪一个晚上 十号说道 转身进了内院 这群混混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皆是不甘不愿地在药铺门口跪了下来 黑压压的一片 这一排都是店面 众人见平时欺负他们 强收保护费的混混居然跪了一地 都是十分震惊 但同时也十分解气 这些吸血鬼啊 至少抢了他们一半的收入 是该好好治治他们了 大黄狗负责坐镇 有他在那一蹲 有谁敢心存侥幸 偷偷溜走 于大黄狗来说 这也大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让他好像回到了在新风学院的时候 那独霸垃圾场的拉风身影 那一段光辉岁月 另一边 钟哥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之前被大黄狗咬残的头目 做了一下简单的包扎 便去找主子诉苦了 钟海 也是一名混混 但是 他的运气特别好 因为他有个如花似玉 又极会哄人的姐姐 嫁给了陆家一名族人为妾 虽然陆秀并非陆家的重要人物 但带上一个陆姓 那在三元城便能横着走 所以 靠着陆秀这层关系 钟海在附近一片中 便是霸王般的存在 收保护费 开赌场 什么赚钱干什么 有人敢不交保护费 还打了你们 钟海哼了一声 好大的胆子 我倒要看看 有谁敢不给我钟海面子 他打了一个响指 小黑 跟我走 顿时 一名黑兽少年站了起来 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钟海走 他也动 但整个人都演在钟海的影子之中 透着无比的古怪 受伤的头目跟在了后面 他要亲眼看着十号被打的落花流水 更要废了十号的命根子 以报己仇 为什么明明是大黄狗咬的 他却要恨到十号身上呢 难道让他和大黄狗对咬不成 为一会时间 他们就来到了药铺之外 看到门口黑压压跪着一群小弟时 钟海顿时脸色一沉 轻轻哼了一声 那名头目连忙跑了出去 大声道 你们还跪着干嘛 还不赶紧给老子起来 可是 没有人敢动 之前确实有人想要溜走 可那只看上去仿佛在睡觉的大黄狗 却是第一时间扑了上去 对着档布就是狠狠咬了一口 你看 现在物字躺地上呢 所以 没有得到允许之前 他们是万万不敢动的 那名头目见指挥不动手下 固有脸色难看 连忙又呵斥起来 但任他如何呵斥都没用 没有一个人理他 钟海顿敢丢脸 你看 四周还有那么多的街坊在看着 他今天要是不能将十号摆平的话 那明天就有人敢不交保护费 后天就有人会造反 钟哥 就是那条狗 那头目指着大黄狗 可谓是心仇旧恨 骑上心头 钟海亚然 这条狗就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大黄狗 居然可以以一己之力 镇压了那么多的泼皮 脚黑 他扭头向着身后的少年叫了一声 那黑兽少年立刻站了出来 向着大黄狗走了过去 看着这名少年 大黄狗竟是生起一股寒意 那是发自本能的警觉 这个少年 非常危险 大黄狗可没有什么英雄气概 当初在新风学院垃圾堆的时候 他也是好欺负的就欺负 不好欺负的就绕道 贼华无比 所以 既然感觉到这少年危险 他根本不在意真的拼起来 自己能不能打得过 连忙转身就跑 瞬间就没影了 这 众混混看着大黄狗消失的地方 集体猛圈 这真是刚刚那头齿高气昂的恶犬吗 怎么现在却是夹着尾巴逃跑了 你也太欺善怕恶了吧 还不起来 那头目又叫了起来 垂感 一个声音从药铺之内转了出来 虽然不高 却是充满了震慑力 十号走了出来 黑瘦少年看向十号 原本好像没有睡醒的双眼陡然散发出惊人的光芒 一下子变得神采奕奕 中哥 就是这小子 那头目向着十号指了过去 中还点点头 这是我的地盘 你要在这里做生意 就要遵守我的规矩 现在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立刻跪下赔罪 本少不是不能考虑放你一马 这个威他必须利 否则何以服众 十号却是看着那名黑瘦少年 这给他的感觉就仿佛一把出鞘的利剑 刺得眼眸生疼 有点意思 难怪将大黄狗这个欺软怕硬的家伙给吓跑了 事实上 此人只是破九级 真要打起来绝非大黄狗的对手 只是气势太过凌厉 居然将大黄狗给吓住了 中还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十号没有向他低头 而他小弟的小弟们还是一字排开 跪了一地 每过一分一秒 就等于在他的脸上多冲一巴掌 脚黑 废了他 他冷冷说道 是 黑瘦少年露出一抹兴奋之色 大步向着十号走去 右手则是按到了腰间的剑柄上 这是一把竹剑 也没有剑翘 就那么细在他的腰间 所以 当他抽剑时 也没有枪的一声 逐渐在手 他仿佛换了一个人 锋芒毕露 第192章收割小弟 十号大感兴趣 向着黑瘦少年道 你跟着那个肥头猪脑的家伙混太可惜了 不如跟着我吧 黑瘦少年摇摇头 指了指钟还 他给我吃的 十号哈哈大笑 我也管保 黑瘦少年微微犹豫 但立刻又道 我现在想和你战上一场 请 如果我赢了 你以后就跟着我混吧 十号说道 钟还在一边听着 快要气炸了 十号非但没有向他低头 居然还要拐走他手下的头号打手 真是可恶 给我废了他 他大声叫道 黑瘦少年猛的脚下一台 凶 身形瞬间加速 向着十号冲去 十号点点头 这少年还真有当杀手的前置 明明只是破九级而已 可这爆发速度却是远远超过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破九级 现在就要手忙脚乱了 少年一剑刺来 明明是逐剑 可在他手中使来 剑尖竟有一丝寒光闪动 仿佛金属打造而成 十号毫不怀疑 少年的这一剑拥有无比的破坏力 便是破九级的体魄也会被生生刺穿 他脚下一点 向后退 揪 一剑刺过 却是堪堪只达十号的眉心钱半寸 只差了那么丁点 然而 这丁点距离却成了天欠 十号算准了少年的极限 让得也是不差毫厘 呸受少年一愣 这将距离掌握得如此精确 说明十号的实力强得不可思议 钟还却不懂 只以为十号只是侥幸 否则怎么会那么凶险呢 上上上 给我断了他的双手 他叫嚣道 在城中 他还是不敢肆意杀人的 但是 只是废掉胳膊的话 他当然摆得平了 黑兽少年战役高然 再次挥剑向着十号刺去 剑走清零 自然是以刺为主 但是 一般人也会消甚至斩 但是 在黑兽少年的手中 他好像只会一种攻击 那就是刺 刺刺刺刺刺 十号的眼前全是寒光闪闪的剑尖 仿佛毒蛇露出了獠牙 正在寻找着最佳的攻击机会 但十号退退退 每一步都是退得恰到好处 让少年以插之毫厘的距离刺了个空 几时记下来 黑兽少年戛然而止 他知道 自己远非十号的对手 钟还却没有这样的眼力 他不由催到 打 给我废了他 你这个蠢货 本少养你 不是养一个废物 快 给本少废了他 我不是他的对手 黑兽少年摇头 很老实的回答 你他妈得吃我的用我的 现在到了要用你的时候 你居然敢不干了 钟还跳了起来 冲过去对着少年就是拳打脚踢 既然你不行 本少还要你这个废物做什么 黑兽少年到也有意思 将身子挺得笔直 任钟还殴打 钟还还要逞胸 可右手扬起来 却是打不下去了 因为他的手腕被抓住了 当然是十号 够了 十号淡淡说道 他妈得 够不够 本少说了算 你是什么东西 钟还向着十号叫嚣道 砰 十号一脚踹出 钟还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在天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后 重重的摔在地上 疼得他直身影 呲 这一幕让街坊和混混们 皆是震惊又佩服 那可是钟还啊 跟陆家搭得上关系的 不过 众人也觉得解气 这个钟还仗着姐夫是陆家人 欺凌霸箱 着实招人恨 只是 打人一时爽 十号又要如何收场呢 十号却是完全没有在意 他向着黑兽少年看去 你叫什么 小黑 少年十分平静地说道 没有姓吗 十号问 少年摇头 从小就是孤儿 无名无姓 看来 叫小黑也只是因为长得黑了 十号摸了摸下巴 人想给少年起个名字 但想了一会 以他的起名无能 却是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 便只有颓然作罢 以后 你跟着我吧 他说道 管吃饱 少年问 管 十号点头 好 少年也点头 答应得很爽快 你们 你们 另一边 中海也挣扎着爬了起来 指着十号和小黑 满脸的怒不可遏 你们都不想活了 一个敢敢打他 另一个则是敢背叛他 能不让他动了雷霆大怒吗 废了他的双手 十号淡淡道 这家伙不吭声 倒是差点将他给忘了 好 小黑点头 他向着中海走去 手中拿着竹剑 面无表情 你敢 中海叫道 可小黑却是毫不受影响 大不逼近 他终是害怕了 不断地向后退 我是中海 我姐夫可是陆秀 抓 小黑一剑刺出 寒光一闪 却是在瞬间刺出了两剑 便见中海的双肩喷血 两条胳膊则是无力地垂荡下来 已是被断了经脉 无法再抬得起来了 十号没有再理会中海 你要废我双手 我便还诸于你 合情合理 他又扫了眼跪了一地的混混 向着小黑问道 吃饭没 没 小黑摇头 好 吃饭 十号笑道 小黑没有吭声 却是跟着十号走 他十分古怪 走在了十号身后的影子中 仿佛要融入黑暗之中 十号十分看好小黑 这个少年似乎天生就适合用剑 倒是可以培养一下 当一名刺客 带小黑吃完之后 他就传对方功法 帮助小黑迈进养魂 如果对方有灵根的话 另一边 中海又拿李烟的下着口气 他看也不看其他人 甩开腿就跑 要去找姐姐诉苦 鼓动露秀替他出头 看着他跑远 混混头目不由擦了下冷汗 因为一件小事 中海居然被废了双手 那等将十号解决了 他会不会被秋后算账呢 讲到这里 他打了一个冷战 连有感追着中海而去 而是直接出城 他要远走他乡 以后再也不会在中海面前出现了 而地上 一群混混还是乖乖的跪着 大黄狗又出现了 蹲坐在那里 一脸的神奇火线 真是一条欺软怕硬的恶犬啊 众人都是在心中说道 却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 谁让他们软呢 只能被欺负了 第193章剑体 吃过晚饭之后 十号先叫了小黑一套剑法 八荒剑法 日级高阶武技 小黑是个剑吃 绝也不睡 立刻便开始修炼了起来 待到第二天清晨 十号便发现 这家伙居然已经掌握了这套剑法 非常惊人 要知道那可是日级高阶武技 便是所谓的天才 没十来天的时间休想入门 而想要掌握运用的话 至少也得两三个月的时间 可小黑居然一夜之间就差不多掌握完全了 十号觉得有意思 又传了一套刀法给小黑 但小黑却连练也不练 直言无趣 他似乎天生为剑而生 当十号修炼完毕时 小黑也开始修炼十号传他的功法 但是他并没有如大众一般 盘膝修炼以吸收天地能量 而是仗剑而动 十号张开灵魂触手 亚然发现天地能量有若可马引拳 向着小黑疯狂而去 看着汹涌的架势 这家伙分明是要突破了 还能这样的 自己只是一念而动 居然捡到了一块宝 轰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小黑的身上漠然散发出 磅礴的气势 整个人好像都是化成了一把剑 锋芒毕露 抓 小黑一剑刺出 惊人的一幕出现 竟有三把漆黑的小剑凭空而生 急刺向他的目标 一块大石头 扑 逐渐竟是生生刺进了石头之中 而三把小剑也同样没入了进去 留下了三个小孔 蚩号不由眼睛一亮 那三把小剑乃是魂力外放引动的元素攻击 哪怕是在冬火大陆 能够将魂力外放的人意识不多 光是这一点 这家伙就会被各个势力抢疯了 还有 这把剑只是普通的竹剑啊 居然可以插进石头之中 那就更加恐怖了 蚩号知道 小黑必然将钢镜包裹在了剑身上 否则断不可能刺入石头 但钢镜只能离体不到半寸的距离 要包裹整只剑 岂不是天方涅潭吗 他在脑海中搜索着 不由心中移动 天底下有一种人 天生擅长用剑 石叶为剑 石草意为剑 修到至强者 甚至可以斩天碎地 这被称为剑体 也有被称为剑人的 他们运用的不叫钢镜 而叫剑芒 风锐无比 可破天下最强的防御 脚黑镜是剑体 石浩不由失效 这次真要好好感谢一下中海了 居然送了一个剑体给他 脚黑仗剑 他转过身来 向着石浩看去 我想跟你再打一次 他想了想 又道 只要你管我吃喝 就算你打不过我 我也会跟着你 你就这点追求吗 石浩叹了口气 这是不是史上最没有志向的剑体 来吧 他招了招手 脚黑立刻仗剑而行 一个剑步窜出 速度快的惊人 手抬 剑道 直指石浩的咽喉 石浩点头 这家伙还真是适合当剑客 这突进 出剑的速度 怎么看一不像一个刚刚突破的心境仰魂 他抬手 两指一夹 逐渐就静止了下来 纹丝不动 脚黑裹断气剑 一直点出 竟是以臂为剑 散发出孙然剑意 石浩一笑 随手招架 吃几招之后 小黑停了下来 摇摇头道 我不是你的对手 石浩笑了笑 你的战力足以媲美四步了 可以跃三阶战斗 哪怕放在大轿之中 亦可以坐上盗子之位 不错不错 真得捡到了一块宝 脚黑却依然一张默然的表情 没有半点兴奋 这时 大黄狗也跑了进来 天已经亮了 那些混混跪了一地之后 也终于可以走了 大黄狗自然要回去补绝了 当那名店火过来之后 药铺也正式营业 没一会 便有络绎不绝的客人上门 让店火机压然 怎么回事 就一天时间而已 店里的生意就从门可罗雀到人满为患 但他忙得团团转 这个念头一闪便丢到了脑后 脚黑不练剑的时候 就坐在药铺之中 充当起了护卫来 一连两天 药铺的生意如火如荼 给石浩赚进了大把的零食 但石浩也有些头大 因为店里的丹药都要他来提供 将他也绑在了店里 没时间去干别的事情了 他后悔了 早知道应该走高端路线的 只需要偶尔练一下单 赚的还比现在多 嗯 招几个学徒吧 他去找齐英鹏 让对方挑几名学徒给他 齐英鹏一听 立刻屁颠屁颠地表示 招啥学徒啊 有他不就行了 这叫肥水不留外人田 他亲自几十号做学徒 那只要偶尔得十号提点几下 相信冲击五星丹师有望 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道理谁不懂 十号也随他 他回到药铺 却见有人在等着他 见过石嫂 这人向着十号行了衣礼 小人普全 我家主子乃是陆嘉宜 小姐在海峰楼设宴 特意让小人过来 请石嫂赴宴 十号想到自己 却实欠了陆嘉宜一个人情 便点点头 好 走吧 两人出门 还没有走几步 十号便发现小黑跟了上来 如同他的影子 融在了他的身后 你怎么跟着我 十号问道 吃饭 脚黑木无表情 哦 你好理直气壮啊 好吧 谁让答应过你 管吃管喝呢 三人出发 向着海峰楼而去 为一会 他们就到了地方 普全引着十号和小黑上楼 至于十号多带了一个人的问题 那就不是他考虑的事情 陆嘉宜只是告诉他 要对十号恭恭敬敬的 所以 他只需要负责带陆 当他们上去时 却见一人正好走了出来 看到十号和小黑的背影 脸色瞬间变得阴森无比 钟孩 哈哈 真是冤家路窄 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转身就走 进入了一间包厢 他现在双臂被废 推门只能用肩膀去撞 姐夫 他进去就叫了起来 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狂徒 居然跑来了这里 陆秀正搂着两个陪酒女寻欢作乐 文言不由动作一顿 他来这里了 是啊 钟孩点点头 姐夫 那小子真是太狂了 明明知道你在这里 还敢跑过来 简直没有将你放在眼里 陆秀哼了一声 他虽然是陆家的二流人物 可冠上一个陆姓 那还不够牛逼吗 带陆 我倒要去看看 是谁这么大胆 感动我的人 第194张球单 在普权的带领下 十号进了包厢 陆家一正坐着 见十号进来 他站起身 笑道 十少来了 这女子很会做人 明明是陆家的千金大小姐 却完全不摆架子 当然了 这也是在十号面前 堂堂四星单师 地位可是对标官自在强者的 当然值得尊敬了 而且 十号还那么年轻 未来的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陆小姐 十号点点头 走了过去 请坐 陆家一扫了眼小黑 却并没有问什么 而是招呼二人坐下 十号坐了下来 小黑就更是耿直了 直接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陆家一微微吃惊 这一看就是十号的跟班 怎的主人还没有动筷子 他倒是先吃了起来 但十号并没有说什么 他也就压下了这样的奇怪 至少 我想请你帮忙练丹 他直接说道 什么丹 十号问 养根丹 陆家一说道 养根丹是滋养零根的丹药 一般来说 只有零根受损了 才会需要用到这种丹药 十号微义沉吟 道 这是三星丹药 会练制的人应该不少 丹城可是有一位四星丹师 外加五名三星丹师的 陆家一摇头 养根丹在三星丹药中 亦是比较难以炼制的 而我也只寻到一份材料 容不得失败 另外 齐会长亦是推荐了十少 齐音鹏 十号心中一笑 齐音鹏应该是故意 在给他牵线搭桥 强化人脉 这是三珠玄灵参 陆家一取出一只木盒 放在十号面前 不管十少成功还是失败 这都送与十少了 这女子还真是豪爽 玄灵参与养魂镜 来说可是大补之物 全面滋养舞者的精气神 她却是美也不咒地 直接送了出来 十号打开幕盒一看 眼神中闪过一道惊讶 以她的眼力 当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三珠玄灵参的年份 接在二十年以上 如此饱餐 还能尝到二十年以上 真是难得 好 明天你将材料送过来 我替你炼制 十号也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这份报酬她很是满意 多谢十少 陆家一亿十分开心 请一位丹师出手炼丹 尤其是高阶丹药 那自然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三珠玄灵参就能请得十号出手 已经很划算了 吃饭吧 她笑道 好 三个人吃了起来 不过 一会之后陆家一就欠身离开 她要去方便一下 当然了 她说得很含蓄 毕竟面对的是两个大男人 她又怎么好意思呢 十号也不在意 小黑更是眼中只有食物 吃饭的速度极快 而且绝不挑食 什么都吃 咦 你这么能吃 为什么还是这么瘦呢 黑可能是晒出来的 可明明这么能吃 又是什么鬼 十号在心中吐槽 砰 就在这时 包厢的门却是被重重地踢开 陆秀走了进来 姐夫 就是她 跟进来的钟还指着十号 眼神中全是恨意 当然了 小黑也遭到了她的眼神攻击 可惜的是 小黑正在专心对付食物 根本没有对她看上一眼 陆秀傲然 道 小子 你的胆子很大 连我的人也感动 我的胆子确实不小 十号点点头 这话接得 陆秀微微一愣 突然有一种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尴尬 但一愣之后 她就露出了森然之色 你可知道我是谁 十号摇了摇头 我发现 反派最喜欢说的台词就是你知道我是谁 这种狠二的话 陆秀勃然大怒 重重地哼了一声 道 你还真是无知者无畏 我叫陆秀 陆家的族人 我 十号点点头 表示知道了 陆秀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以前就算有人不知道她的身份 那听她自报家门之后 肯定吓得扑倒在地 向她求饶起来 可十号呢 你就饿一下 中海健壮 连忙挺身而出 总不能让陆秀一直表演独角戏吧 大胆 见了秀少 还不跪下 她大声喝道 陆秀赞许地看了中海一眼 她挺喜欢这个小舅子的 善于察言观色 而且还带她收取保护费 给她增加了许多零用钱 我要是不跪呢 十号问 那便打断你的双腿 废了你的双手 陆秀虽然说道 十号看向陆秀的身后 笑道 陆小姐 看来 我没办法替你练丹了 咦 这家伙在跟谁说话 什么陆姑娘 中海扭头一看 顿时浑身寒毛都是竖了起来 陆嘉宜 相比于陆秀这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顽固子弟 陆嘉宜可以说是天之娇女 不但拥有极高的修炼天分 而且商业头脑发达 早早就在陆嘉担任了重要位置 他连忙向着陆秀实眼色 可陆秀却没有领会 只是盯着十号 道 现在知道怕了 哼 敢打伤我的人 今天便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你这双手 我费定了 你要费谁的手 陆嘉宜终于开口 悠悠问道 陆秀大吃一惊 连忙转过头来 见识陆嘉宜的时候 他不由一多说 论年纪 他是兄 陆嘉宜是妹 但是 论到在族中的地位时 那两人的差距便是天与地一般了 他连忙堆起笑容 道 族妹 你怎么在这 这是我开的包厢 为什么我不能在这 陆嘉宜反问 啊 陆秀心中一颤 他顽固是真 但又不是笨蛋 立刻就联想到 十号为什么也在这里呢 简然 对方是陆嘉宜请来的客人 族妹 你莫要被此人欺骗了 他可不是好人 他立刻恶人先告状 陆嘉宜容色一例 时少是我请的客人 你凭什么侮辱我的客人 时少 陆秀心中一颤 陆嘉宜是何等心高气傲 居然称呼十号为少 说明在他的心目中 十号的地位那可是极高的 自己居然去污蔑十号 岂不是在激怒这位族妹吗 陆秀 你今天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绝饶不了你 陆嘉宜虽然说到 十号的单到实力 连其英鹏都是赞不绝口 而且还如此年轻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所以 他无论如何都要维护 与十号的关系 第195张新的单要服用法 陆秀连忙心中电转 他倒也不笨 连忙到 误会 都是误会 我是带他来向时少 赔礼道歉的 他指着中海 啥啥 中海目瞪口呆 赔礼道歉 我背费了双臂 居然还要我赔礼道歉 还有没有天理了 还有没有王法了 可是 陆秀既然这么说了 他能昂着脖子顶撞吗 他能够有今日的风光 完全是因为陆秀的关系 所以 陆秀便是要他跪下来叫爷爷 他一直有乖乖听话的份 滚蛋 还不快向人赔礼道歉 陆秀的求生欲很强 立刻向着还在犹豫的中海踢了一脚 让中海顿时身形腻矮 冲着十号跪了下去 其耻大辱啊 有那么一瞬间 中海真想和十号拼命 但这个念头一起 勇气却立刻不翼而飞 他可不想死 因此 他并没有起身 而是以无比屈辱的语气道 对不起 我错了 我 你哪里错了 十号笑道 我哪里错了 我他妈被你废了双手 是受害者 中海别提心中有多么别扭了 却不得不到 我没有好好管教好手下 还请恕罪 陆嘉宜看向十号 道 十少 这是怎么回事 我 我不是开了个药铺吗 他们想要收保护费 十号随口说道 陆嘉宜顿时露出怒容 他的商业能力极强 也最是讨厌收保护费这种勾当 这对于正常的商业活动是一种极大的破坏 而且 陆嘉宜今是霸主级别 还需要靠了索成中商贩赚钱吗 简直丢人 他的俏脸立刻冷如寒霜 扫了陆秀一眼 你还真是出息 陆秀欲哭无泪 恨不得江中海生生踹死 连收点保护费的事情都搞不定 累得自己被陆嘉宜责骂 他根本不敢海嘴 只有唯唯诺诺 是是是 足魅教训的是 小兄一定会改正 滚 回家好好反省 一个月内禁止出家门一步 陆嘉宜训斥道 是 陆秀立刻灰溜溜的走了 中海连忙跟了上去 两人退出包厢 却并没有离开酒楼 而是回了他们的包厢 就算要禁足 至少也得先把这一顿吃完了 可恶 陆秀怒砸酒杯 满肚子的不爽 终于发泄了出来 中海这时候可不敢上去 自讨苦吃 在一边浸入寒蝉 臭娘们 仗着深得老祖宗气重 他马得 以后还不是要嫁给外人 陆秀骂个不停 想到要被禁足 整整一个月不能花天酒地 让他更加心烦意乱 不行 我绝艳不下这口气 他冷静下来 开始动起了脑筋 他不是练武的料 也没有管理经营的才能 但是 说到阴谋诡计的话 他却是不输人的 有了 陈松一直喜欢那个臭娘们 要是知道他在酒楼私会男人 嘿嘿 绝对会去找那小子算账 他一拍大腿 已是想到了一个阴招 姐夫 您真是高明 中海忍着恶心道 陈松乃是城内三大天才之一 不但实力高超 而且下手速来其重 以前还因为与族人切磋时 重创了对手 被罚在寒水潭修炼半年 他若是对杏时的出手 那小子肯定要倒大霉 陆秀得意洋洋 就算杏时的运气逆天 反过来打伤了成松 嘿嘿 成家可是我陆家手下的两大附属家族之一 成家必然会动雷霆大怒 出动家族强者拿下那小子 所以 无论如何 杏时的肯定完蛋了 中海竖起了大拇指 姐夫 您可真是聪明 那是自然 陆秀洋洋得意 那小白脸长得那么好看 臭娘们肯定是看上他了 否则怎么可能那么维护 还一口一个食少 我呸 讲到这里 他也没有心思再吃了 立刻起身离去 他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又岂能烟的下这口气 迟好吃完 便与小黑回了住处 在回来的路上 他买了些药材 与玄灵餐一起入药 他开始炼丹 而这一次的炼丹与以往不同 在炼制的时候 几次他都需要引动天地能量 以调和药力 消耗了很多的灵魂之力 虽然一炉丹药顺利炼成 但亦让他十分疲惫 这还只是二星丹药 而越是网上 对灵魂之力的要求越高 所以 十号虽然在理论上 连九星丹药亦能炼制 可事实上 却要受限于灵魂之力 不可能成功的 他看着丹炉中的十二颗灵餐丹 十分满意 原成涅对丹道只是有所涉猎 但绝没有花大功夫在上面 不过 十号对丹道却很有兴趣 用了心思 这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自然让他更上了一层楼 可以说 让原成涅附生 与十号一起炼制丹药的话 肯定是十号炼得更好 不过 是要三分毒 炼制成丹也是一样的 这灵餐丹的话 扶一次至少要相隔三天 即使如此 顶多扶个四五颗 接下来效果就会锐减 再无作用了 十号心中移动 九转掠天金 可以抽取天地之力 甚至是强行掠夺 那么 能不能抽取丹药呢 如果可行 那他就不会再受到单独的影响 等灵魂力恢复了 可以试试 十号好好休息 因为炼丹消耗了极多的灵魂力 第二天一早 他亦没有恢复完全 破天荒地没有修炼 而是等 等到接近傍晚时 精神力饱满 他才拿出一颗灵餐丹 运转九转掠天金 嗡 灵魂力化为触手张开 在十号的友谊操控之下 这主要包裹在了灵餐丹上 然后功法一转 顿时 一股惊人的能量被他抽取进了体内 立刻依慢了开来 滋养着他的身体和灵魂 舒服 十号差点呻吟出声 在二转 三转 到第七转的时候 这颗丹药中的药力便被抽取一空 化为了一堆淡灰色的粉末 不要紧 接下来 他仍是抽取天地能量 但相比于药力带来的能量 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十号保持着坐姿不动 嘴角则是微微上扬 显得十分开心 果然可行 就转略天经完美的绕过了单独这一步 直接抽取丹药中纯净的能量 而且 吸收效率要超过直接服用 从化掉的药渣可以看出 真的没有一丝浪费 完美 第196章口信 十号估计了一下 他差不多吃到第八颗灵餐丹的时候 就能再进一步 让灵魂完成第四次蜕变 果然 暗部旧班的修炼哪有服用丹药来得快 这也是为什么丹师可以得到如此高地位的原因之一 因为哪个势力拥有的丹师数量越多 那么这个势力肯定也越是强大 当然的 前提的有足够的材料来练丹 否则巧复义难为五米之吹 有再多丹师都是白搭 东家 这位大人说要见你 就在这时 只见电火计从前面的店铺走了过来 后面则是一名轻衣年轻人 这几天药铺生意爆棚之后 十号又雇了几名店员 因此 这最初的电火计已经升级为了主管 也能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一下 十号眉头一皱 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就擅自带人过来 这让他很是不满 但是 人既然已经来了 他便看向那轻衣年轻人 何事 在下和仙 轻衣年轻人微微一笑 替我家少主程松送一个口信 说吧 十号抬了抬手 和仙露出不悦之色 别看他只是程松的下属 但程松是谁 不但是程家族人 本身亦是天才横溢 被誉为程中三大天才之一 所以 他带着程松的口信而来 十号居然还敢坐着 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 自然让他不悦了 有人找到我家少主 说你与陆家三小姐关系甚密 格仙说道 但说了一句就顿住了 目光盯在十号的身上 似在观察什么 继续说 十号毫不在意 挥了挥手 和仙陈寅一下 才道 我家少主说了 以三小姐的眼光之高 断不可能看上你这样的人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其实有些心虚的 之前他确实也跟程松一样 认为以陆家宜的眼光之高 肯定不可能看上十号的 可是 现在看到十号之后 他确实不这么想了 这年轻人也太好看了 虽然他也长得不借 但即使他在自负 也不得不承认 说道长相 自己与十号可是差了一大截 如果说 陆家宜突然就看上了这个家伙 他也完全不奇怪 呲 少主啊少主 你肯定是没有想到 世间居然有这么好看的人 十号只是听着 并没有开口 少主说了 他知道这是有人想要借刀杀人 以他的智慧 断不可能为人所蒙骗 何仙又继续说了起来 不过 三小姐是少主注定要娶的女人 所以 少主让我跟你说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以后再不能与三小姐发生任何接触 否则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就是程松 虽然他知道是有人故意挑拨 但是 那又如何呢 陆嘉宜是他的禁篮 绝不允许任何人觊觎 哪怕只是接触而已 说完 何仙傲然看着十号 十号摇了摇头 扬声道 小黑 秋 一道人影飞略而至 正是小黑 十号一笑 你搞错了一件事情 我这个人 从不接受威胁 你敢违抗少主的意思 何仙的脸色沉了下来 小黑 将他赶出去 十号没有兴趣再与何仙说话 是 小黑点头 大胆 靠 何仙大怒 正想斥责十号不实抬举 这是再次找死路 可小黑已经一个剑不欺净 一剑刺出 虽然是逐渐 可寒光闪动 让人不自禁地心中生寒 何仙只得退 他退 小黑则是禁 一剑又一剑 小黑并没有动用武技 只是一剑又一剑地刺 可每一剑却都是刺得恰到好处 正好是何仙防御最薄弱之处 甚至让他招架都是不急 只能退 连退37步 何仙这才站稳了脚步 这是因为小黑停手了 他一看 赫然发现 自己刚好退出了药铺 站在了街道之上 之前被小黑逼得太紧太急 他甚至没有机会观察四周的环境 直到现在 他才发现不知不觉之间 他居然被驱赶了出去 好可怕的少年 他看着小黑 刚才无论是小黑的剑是在强盛一分 又或是他的反应稍慢片刻 他都要被一剑刺中 虽然那是逐剑 可何仙有种感觉 要是被刺中的话 他绝对要糟 呲 这家伙简直就是怪物 小黑没有说话 而是收剑在腰 然后拿手指向着接到笔画一下 意思是 你可以滚了 可仙气炸 但没有办法 实力不及 他又能够干什么 他大步向前走 但是 走了两步之后 他又停下了脚步 转过了身来 小黑将没一挑 眼神中跳过一道杀意 这是要与他一战吗 走错方向了 可仙脸红耳赤 羞愧难当 小黑一愣 这样也行 他摇摇头 回转院内 而十号则是看着那名荣生的电火 道 你自己去账台支取三十两银子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再来了 东家 那电火大惊失色 他才刚刚走上人生巅峰啊 手底下管着四五个人 每个月更能得到十两银子 人生美滋滋 他半点也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滚 十号脸色一尘 一个不心向着东家的伙计 留着干嘛 那电火不敢再说什么 连忙转身离去 承松 十号男男 他自然知道 三元城三名杰出的年轻天才 分别是陆云 田华和承松 其中以陆云的成就最高 目前已经是彼岸近了 而其次便是田华 久不养魂 之前与陆云其实修为相当 但他还是卡在了养魂巅峰 无法突破 最后则是承松 五不养魂 这三人则是城中豪门之后 陆云就不用说了 而田成两家皆是陆家的附庸 家族中有九不养魂的强者坐镇 只是跟陆家一比 差距不是一般得大 简然 这告密之人是陆秀 此人心胸狭窄 在陆家一那里受了委屈 不肯罢休 这样的小人 若是有机会的话 便随手解决了 免得再在暗中放箭 至于承松 他并没有在意 五步而已 下午的时候 陆家一变着普权将药材送了过来 十号让人等等 他立刻开始练丹 丹不难练 主要是消费了十号依吸灵魂力 但拿了人家三珠玄临参 这点代价还是值得的 普权回去赴命 到了第二天 他又带着许多谢礼而来 说陆家一因为事务繁忙 不能亲自向十号表示感谢 所以便由他作为代表 在临走之前 他突然问了一句 时少 不知道您的五道实力如何 第197张球单 问自己的五道实力做什么 你想跟我打架吗 十号依笑 还行还行 你看 他很谦虚的 普权沉吟一下 道 若是时少很自信的话 接下来陆家会举办一场新秀比武大赛 凡30岁以下的年轻人皆可参加 这是陆家为选拔人才而举行的 若能够获得第一的话 奖励十分丰厚 哦 十号顿时眼睛一亮 陆家是三元城的霸主 什么修炼资源都是紧紧的抓在他们的手中 所以他们拿出来的奖品应该很是珍贵 什么时候举行 他问 普权想了想 应该就是这两天会开始报名吧 好 十号搓了搓手 至少 你可得小心 成松少爷应该也会参加这次比赛 普权提醒道 这比武大赛差不多两年举行一次 上一次获得第一的是田华少爷 这次田少肯定不会再参加了 成少应该是志在必得的 十号一笑 那没办法 只好让他再等两年了 咦 你好强大的自信啊 普权源意是让十号小心 可十号这强大的自信让他都是无言以对了 他不无担心 因为成松可是下手出了名得很 连自家的族人都是差点打死 对上外人的话 那更是凶残了 而在比武之中 虽然原则上是尽量避免伤亡 可以只是原则上 如果下手束手覆脚的话 那还比什么武 是不是 得 都怪他多嘴 还是回去找路加一巴 万一十号真的对阵上了成松 也可以让路加一去说上一句 至少别将人打残了 毕竟十号可是天才丹师 他却不知道 十号已经与成松结下了两子 而导火所证实路加一 再让路加一去劝成松 这不是拱火吗 他连忙倒退 得向路加一负命 并提前打下预防针 果然 第二天的时候 路加就发出了通告 宣布新秀比武开始报名 另外 则是奖品了 在武道界 只有第一才会被人铭记 所以也只有冠军才会得到奖励 乃是一枚灵果 名为苍燕果 可以强化武哲与火元素的沟通 甚至修成一门神通意不一定 将十号这么随手轰出一枚大火球 又如小黑可以打出三枚元素小剑 其实都可以视为神通 因为这是武技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这样的灵果无比珍贵 别说买到了 就是听一没有听说过 不愧是路加 真财大气粗 但是路加会这么大方 应该也是知道 这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成松便是火属性的武者 所以这枚苍燕果应该便是为他准备的 毕竟是五不养魂 限定了三十岁的年龄 应该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十号可不介意横刀相夺 你既然开出了比赛 那肯定是强者得知 脚黑你要不要参加 他扭头回道 好脚黑点头 他似乎不会说不好 报名有三天时间 然后就会开始出赛 十号一边练化着林参丹 一边等待着比武的开始 不过 仅仅只是过了两天 他这里就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这是齐音鹏亲自带过来的 说神秘 是因为此人全身都是笼罩华丽的斗篷之中 容貌不入 身材不显 但是 这一定是名女子 男人的话 不会用这么鲜艳的颜色 不过 此女的身材真是高挑 只比十号矮了丁点 至少 这位是安月梅安姑娘 齐音鹏作者介绍道 安姑娘是真武宗的真传弟子 今日带她过来 是为两件事 第一 安姑娘一片孝心 想为她的恩师求恋期化丹 另外的话 您让我打听的那位洛姑娘 安姑娘说知道线索 嗯 十号不由眼睛一亮 事实上 她要找的并非洛青儿 而是林雨约和百花 但是这二人可能在被追杀 否则也不会被软焦玉等寄养在林家 以身保护了 所以 他们就算到了冬火大陆 那肯定也会改名换姓 甚至易容 让人生地不熟的十号怎么找 但洛青儿不同 她不需要隐藏身份啊 找到洛青儿的话 说不定就能得到林雨约和百花的线索 没想到的是 这么快就有洛青儿的线索了 安月梅将斗篷掀了下来 献出一张美丽的脸蛋来 顿时 整个书房仿佛都是一亮 这女子真是明艳惊人 其会长说 施少的单到实力还在她之上 所以 月梅想拜托施少脸蛋 她微微一扶 这下 斗篷贴在她的身上 顿时将她的身材勾勒了出来 曲线优美 动人心魄 十号却拭目不挟视 如果说 这时间只有一种 记她不会中的话 那一定是美人记了 她有些亚然 你就是前几日在拍卖行 拍下九灯草的人 否则的话 炼制七话单需要九灯草 以九灯草的稀有 怎么可能在三元城接连出现两株呢 讲来 安月梅也是收到了消息 知道这里有一株九灯草要拍卖 才会刻意赶过来的 安月梅点头 道 时少 月梅愿出一千零食 请时少帮忙脸蛋 一千零食 这辛苦费有些惊人的 都可以拍下一株九灯草了 这个真武宗是什么大叫啊 也太富有了吧 要知道安月梅也不过是名真传弟子 并非盗子圣女之流 怎的随便就拿出了两千零食 10号沉吟一下 便道 好 我帮你 一千零食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洛青儿的消息 安月梅露出一抹喜色 因为七话单在四星单药中属于极难炼制的 便是齐英鹏都是没有把握 却是极力推荐了10号 虽然他初见10号时有过怀疑 但是 齐英鹏又不傻 却对10号恭敬无比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这让他肯定 10号必有真才实学 否则的话 像齐英鹏这种痴迷单道的人 会对什么权威低头吗 再说了 齐英鹏乃是单程会长 便是见了陆家家主都可以挺直腰杆说话的 完全不需要低声下气 多谢时少 他露出笑容 明念动人 第198章又打翻醋谈字 安月梅很会做人 他先说出了洛青尔的情况 事实上 洛青尔还挺有名的 他来自紫星宗 而且还是一位真传弟子 在东火大陆 祝王庭就是最强级别 站在了五道的第五个台阶 而紫星宗便有祝王庭强者坐镇 可称五星势力 也是整个东火大陆最强的势力之一 相比之下 真五宗其实四星势力 可比不得紫星宗的强大 所以要找洛青尔的话 十分简单 去紫星宗就行了 这 池浩从洛青尔给他的伏兵便可知道 他背后的势力肯定强大 没想到居然是东火大陆霸主级别的存在 但是 洛青尔显然是奉命行事 在寻找卵焦玉和林宇月 主要是林宇月 那么 林宇月又跟紫星宗有什么关系呢 池浩想了一会 便将这个疑问丢到一边 等他日后去了紫星宗再说吧 池浩开始炼丹 齐英鹏则是在一边打下手 他当然是屁颠屁颠的 能够观摩一位大师炼丹 与他肯定有着很大的帮助 池浩亦是小心翼翼 材料只有一份 而他也只是拥有原成涅的记忆 其实算不得什么大师 在这个过程中 他意识颇有体会 让他对丹道升起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就炼离不开丹药 而老是要求人炼丹 这多麻烦 不如自己炼 两个多时辰之后 大功告成 不过 十号也累惨了 虽然他的灵魂之力无比浑厚 远超一般的养魂 但是 他炼的可是四星丹药啊 直接将他的灵魂力都是抽空了 多谢时少 多谢时少 安月梅感激不已 不但立刻奉上了一千灵石 还临时充当了一下侍女的角色 给十号端茶送水 并扶他在椅子上坐下 这一是感激 二的话 十号长这么好看 他也心生好感 烛光之下 十号闭目养神 五官的轮廓无比分明 有弱光消 立体感强烈 越看越是好看 让人呈现 啪 烛火亮了一下 这才让安月梅惊醒 他不由翘脸一红 升起了一股羞涩 在真武宗 他可是公认的女神 不知道被多少师兄师弟爱慕 而来到这里后 便是那天才绝艳的陆雨 亦是为他低眉 收起了奥太 安前马后 可是 面前这个年轻男子 却完全没有为他的美貌动容 这虽然让他有些微微的不舒服 但是 这也是头一个没有因为他的美貌 而对他怀有什么龌龊念头之人 这让他生起了新鲜感 还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放松 而且 这男子长得嫩地好看了 他摸了摸贴身收好的丹药 哪怕隔着瓶子 他仿佛都能感觉到丹药上有十号留下的痕迹 德赶紧回宗 给恩师送上丹药 其会长 月梅先告辞了 他日定再来相谢 他出了书房 向外面的齐音棚说道 声音很轻 免得惊扰了十号 只是 这个老头干嘛要待在书房外面呢 难道是故意给两人营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讲到这里 他不由地翘脸又红 其音棚笑一笑 安姑娘请便 安月梅点点头 趁夜离去 其老头黑黑笑 虽然在丹道上 他是以十号弟子自居的 但是在生活上 他却将自己是为了十号的长辈 既然是长辈 十号这么大了 是不是也该娶妻生子了 讲陆嘉宜啊 安月梅啦 都是他刻意介绍给十号的 养根丹他不会练吗 计划丹他不会练吗 当然会了 一方面 确实如他所说 十号练的应该效果更好 更重要的是 他想为十号牵线搭桥 在他看来 十号的单数比他还要高 难道还配不上这两女吗 别说娶陆嘉 真武宗的娇女 就是两个一起娶了那也没有问题 只是 十号似乎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开窍啊 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奸了 陆嘉 陆云刚刚结束晨练 吐出了一道白气 扑 竟是生生洞穿了一块假石 显示出可怕的破坏力 云少 一名仆从直到这时才敢说话 脸上毫不掩饰的崇敬之色 陆云也不转头 道 说 那仆从道 安小姐昨天晚上已经启程回真武宗了 陆云并不奇怪 他知道对方就是为了九灯草而来 那现在去到手之后 自然是要回去的 只是 家人并没有来跟他告别 还是让他微微有些遗憾 但无妨 他可以去真武宗找安月媒 以他的天赋 只要稍漏口风 表达出加入真武宗的意思 相信真武宗一定会热情无比 不过 纳仆从欲言又止 不要吞吞吐吐的 说陆云语气一粒 是 那仆从连忙点头 又道 安小姐在离去之前 还去了一家药铺 陆云神色自若 这也不奇怪 练七化丹又不可能只用到九灯草 自然需要服药的 安小姐还进了内院 与一位名叫十号的年轻人 带了两个多时辰 仆从又说道 啪 一块大石头立刻被拍得粉碎 陆云已是站了起来 脸色阴沉 孤男寡女 在半夜三更的时候 一起戴上了两个多时辰 会干什么 能干什么 一瞬间 他感觉头上绿油油的 但一瞬间之后 他就冷静了下来 不不不 安月媒可是真武宗的真传弟子 眼界何等之高 连对他这样的天之骄子 都是客客气气 却又距于千里之外 所以 一个药铺的老板凭什么 让安月没动心呢 肯定另有隐情 下去吧 他挥挥手 决定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 但隐约之间 心中却好像扎了一针 莫名就被刺痛一下 等等 他又叫住了那名仆从 去查一下那个时候 是 那仆从连忙点头 陆云再次坐了下来 心平气和 他是三元成几百年来的最天骄 无人可出其后 安月媒除非是眼瞎了 才会设他而看上一个药铺的老板 所以 他吃那种人的醋 黑 不一会 仆从就带着资料回来 甚至 还有一张十号的画像 为妙为肖 陆云一见 脸色立刻就绿了 第199张制作符冰 其英童万万不会想到 他的牵线搭桥却是为十号埋下了祸根 所以 有时候好心却会办错了事 没办法 齐英鹏是单道大师 可是在感情方面 他却未必比十号强出多少 这种强行牵线搭桥的相亲会真是太低级了 不过 十号也没有在意 一天休息下来 他的灵魂力也恢复完全 比武还没有开始 炼丹这种事情又有齐英鹏代劳 所以十号突然之间又没事做了 他去了材料店 买了好多符冰材料 他要开始制作符冰了 所谓符冰 就是以特殊的手段将攻击锁在符冰上 玉笛则可以爆发出来 十号自己制作符冰 论到威力肯定不如他直接轰出来 但是 符冰却可以制作好多张 若是一口气全部砸出来的话 那也是十分恐怖的 不过制作符冰不但消耗材料 而且同样会消耗灵魂力 所以 十号也只是制作一些 以备不时之需 他要制作的当然是二星符冰 与他的境界相符 所以 材料要比一星符冰的珍贵许多 十号摊开兽皮 这是从雷暴虎身上包下来的 而雷暴虎是二星凶兽 还是罕见的雷属性 所以虽然这兽皮已经不再具备攻击性 却对雷元素有很好的沟通效果 因此 在这张兽皮上 当然是伏冰雷属性的攻击了 十号我着笔 沾了些墨 这同样采自雷暴虎 进一步提升了与兽皮的契合度 以提升伏冰之威 他凝神 灵魂之力运转 抽取着天地中的雷元素 然后锁在雪末之中 达到一个极之时 他才一笔按了下去 这话什么也有讲究 不是乱写一气的 否则的话 根本锁不住雷元素 很快就会流失干净的 十号画了一个雷符 当最后一笔完成 他露出笑容 咒雷符成 他继续一张张符冰在他的手中制作而成 符冰的材料五花八门 属性各异 而舞者又要受限于本身的属性 但对于十号来说 这些都不成问题 他可以抽取任意元素 什么材料就沟通什么属性的元素 再画上对应的符文 一个时辰下来 十号制作出了81张符冰 但本身也是泪垮了 只觉灵魂被抽得一空 整个人都是浑浑噩噩的 这一天过去 就到了比武的日子 十号和小黑出发 大黄狗则是留下来看家 两人早已经报名了 拿到了号牌 来到比武场之后 他们按照指引 各个号码 皆有对应的休息室 十号与小黑分开了 他进入了一个房间 只见里面已经有九个人了 可明明有十张椅子 却只有一个人坐着 此人很霸道 他坐了一张 一只脚架着一张 另一只脚则是踩着一张 可就算如此 不应该还剩下七张吗 是的 还有七张椅子空着 但其他八人却只敢看 没有一人敢坐 十号看像那坐着的男子 差不多24-5岁的模样 一身紧服 鼻孔恨不得长额头上 满脸的高傲之色 他取过一张椅子 坐了下来 嘶 一瞬间 诠释到冲凉气的声音 那八人看向他的目光 皆是带着震惊 甚至 好像看到了一个疯子似的 便是那八道难意识 眉毛一挑 露出不悦之色 快起来 有人小声说道 向着十号连识眼色 十号向着他看去 问道 为何 那人吓得失色 连忙转过头去 好像要与十号撇清关系似的 十号不由失笑 他是什么洪水猛兽吗 给本嫂起来 霸道难开口了 然后跪下 明明是极不合理的要求 可从他嘴里说出来 却好像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还不赶紧起来 这时 那些站着的人 纷纷向着十号喝道 有的人猜到 十号可能不知道 这霸道难的身份 还提醒道 这是诚心也诚少 诚家的妻少 诚家 你知道吗 我 难怪这么霸道 十号笑了笑 就算如此 你们也不用这么怕吧 你们来这 不是比武的吗 现在连各位志都不敢做 那你们还来干嘛 那八人虽然脸一红 却都是露出你不懂的表情 是的 冠军只能有一个 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获得 但是只要在比武赛上表现出色 同样可以获得大佬的青睐 哪怕没有 依然可以博取女观众的注意 说不定就让某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看上了呢 饺子 你很嚣张吗 诚心也冷冷说道 都说了半天 可十号居然还没有站起来 更没有下跪求饶的意思 让他如何能够不怒 十号摇摇头 比起你来 我还真不嚣张 只有在面对敌人的时候 他才会嚣张 霸道 冷哭无比 哈哈 诚心也发出两声笑 却是毫无笑意 他向剩下八人看看 淡淡道 你们一起上 给我揍这个家伙 那八人面面相去 都是不敢出手 这是公然违反比武规则的 他们被取消比武资格还在其次 甚至还要吃到重罚 让他们怎么敢呢 诚心也露出不悦之色 又道 怎么 你们怕坏了规矩受罚 却不怕本少生弄吗 这句威胁一出 让那八人都是瑟瑟发抖 诚家这一代似乎都有暴力的基因 最出名的当然是成松了 差点江族人都是生生打死 而这一位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池浩摇摇头 站了起来 诚心也顿时露出吃笑 这小子扛不住了 但是 你以为这样就能信免一难 错 长这么好看 让他看着就讨厌 不狠狠地揍一顿如何解气 不过 在此之前先耍一耍死人倒也无妨 贵 咦 他刚想呵斥十号跪下 却见十号居然迈步向着他走了过来 什么情况 我外号掉打各种不服 十号一笑 伸手便向着成心也抓了过去 大胆 成心也立刻一声 身形一弹而起 挥拳反击 他的实力并不弱 乃是三不养魂 只是这点实力在十号面前又算什么呢 十号伸手抓到 成心也的反击顿显脆弱无比 根本不堪一击 一抓之下 成心也束手就擒 第两百张第四个天才 十号微微一笑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成心也吃惊不已 他居然连抵抗的资格都没有 便被十号一把拿下 呲 好强 但他无拒 自己乃是成家的族人 难道你还敢对我动武不成 小子 赶紧放开我 乖乖认 啊 他发出惨叫 因为已经被十号抽了一记耳光 直接让他都是猛逼了 这让另外八人的眼睛都是瞪直了 心中暗说乖乖 这位竹可真是够猛的 居然连成心也也敢打 不要命了吗 啪 啪 啪 十号一顿抽 让成心也不断发出惨叫 绝乖了没有 他问道 成心也终是知道 这个年轻人要么有极大的来头 要么就是个愣头青 所以才敢无视成家的存在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他乖乖闭上了嘴 还点了点头 不会说话吗 十号不悦地道 成心也只觉屈辱无比 可看到十号的眼神时 他却是心中一害 连忙道 学乖了 学乖了 十号这才羊手一甩 啪 成心也就摔在了地上 他又坐了下来 眼观鼻 鼻观心 好像老僧入定了 令巴人皆是不敢作声 只是想要躲得远远的 远离这场是非 不多时 比武终于开始 他们皆是被叫了出去 在比武场中站着 仍是以十人为单位 第一额预赛 每十人为一个小组 就是你们现在带的队伍 一名路加强者出来主持 每一个小组中 只有一个人可以胜出 所以 无论你们用什么办法 将其他九个人淘汰了 就可以进入第二轮 幻音落下 不少队伍就爆发起了战斗 但也有些队伍十分和气 好多人纷纷自动退出 想要通过预赛 手段可以多种多样 可以先联合其他人淘汰掉强者 也可以凭一己之力横扫九人 甚至拿钱收买也可以 十号便看到 有个小胖子就准备好了零食 一人塞了一块 皆大欢喜 都给我一起上 承兴也突然变得神器活现起来 指着十号 将他打败 我就将你们全部收进 承家的护卫队中 听到这话 那八人都是心中一动 承家护卫队 那可是一个肥缺 进去之后 可以说生活便有了保障 而且承兴也虽然不是十号的一盒之敌 但他们胜在人多啊 九个打一个 难道会没有希望吗 一时之间 那八人都是蠢蠢欲动 十号也没有喝止 将双手往身后一副 显得洒通无比 上 承兴也一生命下 与其他人一起冲向十号 砰砰砰 顿时 只见人影飘飞 包括承兴也在内 皆是化成了稻草似的 在天空中划过 然后摔了一地 咦 那边什么情况 那不是承兴念吗 不是吧 他居然没能通过预选 那年轻人是谁啊 太猛了吧 一打九都是如此轻松 不认识 连挺生的 不过 长得真是好看 这一幕吸引到了许多目光 尤其是看到被打倒的人中 还有承兴念时 更是让许多人震惊 你们猜他是什么修为 承兴也据说是三不养魂 那他至少是五不八 嗯 没有两极的修为压制 不可能一击秒败 而且 刚才还是已一对九呢 众人都在猜测十号的修为 十分好奇 不过 他踩着承家人的身体爬了上去 万一遇到承松的话 那肯定惨了 承松虽然也是五不养魂 但他可是能够跃二级的超级天才 而且 承松的下手之狠 还有谁不知道吗 唉 这小子就祈祷吧 千万不要遇到承松 很快 一场场预选战结束 淘汰者黯然离开 胜出者则是奥利于比武场中 接下来才是验证年龄的时候 不然参赛者太多 一个个都要验证太麻烦了 如果在这时候抓到谁作弊 刻意隐瞒了年龄来参赛 那自然要受到重罚 所以 一般来说 这只是走个过场 几乎没有发生过作弊案 不过 除了测试年龄 这还能显示羞为 所以 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环节 以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是错 一共就只有32人胜出 所以 接下来就快了 承松 作为此次新秀赛最大的夺冠热门 承松第一个开始测试 测试道具与白云宗的显魂球差不多 但多了一个测学显示年龄的功能 当承松将手握住显魂球后 便有相应的刻度显示 同时 他的魂种也以光滑的形式显化出来 蓝色 五不养魂 这其实没有什么悬念 城中三大天才 哪个不知 哪个不小呢 一人接着一人上去 测试年龄和境界 十号不前不后 正好在中间 当轮到他的时候 顿时让许多人将目光看了过来 十号从容淡定 走上前去 先咬破了手指 然后再握住了魂力球 顿时 刻度移动 显示出一个时期的数字来 而他的魂种颜色则是金色的 什么 三不养魂 怎么可能 顿时 人群立刻轰动了 皆是不可思议之极 三不养魂 在以一敌酒的情况下 还能秒败包括同为三不在内的对手 这战力是多么恐怖 呲 这家伙可以跃两极战斗 超级天才 从今天开始 三人成不再是三大天才了 而是四大天才 而且 他才只有17岁 17岁的三不养魂 太惊人了 便是陆云当初也不过如此吧 嗯 在众人的议论纷纷之中 成松向着十号冷冷看去 这就是感激于他女人的大胆狂徒 哼 他派人前去警告 居然还不识好歹 好 那就由我来亲手收拾你 他的脸上闪动着杀意 平时切磋 他都差点将族人打死 这可是要抢他女人的狂徒 那更是要往死里打了 而在看台上的一间包厢中 正有两名年轻男子坐着 居高临下 一人是陆云 而另一人 则是三大天才中的最后一位 田华 真没想到 这一代中 居然有第四个人可以与我等并列 田华笑道 很快就没有了 陆云淡淡说道 眼神中闪过一道杀意